大家好啊 这两天没录视频了 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这个车 看回到哪了 回到特别熟悉的地方 对 由于那个疫情的原因 然后正好石家庄有27号新营地接牌仪式 两个赶在一起了 然后着急就赶回了石家庄 今天刚到 这走了有这两天三天 其实是周一的晚上咱们从成都直接往回返的 今天是周三吧 不到两整天 这个宝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没占 这一路没占 但是 倒是也没走夜路 昨天晚上老早就停了 今天早上老早起来就走 不喜欢走夜路 是的 在这里主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当时说代理主要是去西藏 咱们从西藏出去去云南 结果我们到成都的时候 买了两次机票 先从兰州买了一次机票 准备回来参加这个活动 结果说看来兰州不行 又退了 退了 然后又到成都买了机票 成都买了机票 后来决定回来 把成都机票又退了 两次机票损失了1000元 数字大了 对 然后跟大家说一声 这个活动到这次也就是结束了 因为当时是从西藏出来 走颠当下去云南 主要想在云南找一些营地 结果到云南 云南现在疫情 大家也看每天的报道 所以说这会暂停 先暂停写 暂停回来 把这个营地这个接派一事做完了 看看再规划远行 继续远行 继续去没有疫情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暂时的这么一个暂停 暂时一个告别 然后宝哥这边工作特别的繁忙 这一路经常会有一个工作的安排 电话或者是有一些变更 所以我们也是听领队的 随时听头安排 随时改变一些路线 然后你给大家聊聊 我把镜头对着你 因为李二是未盲人 他看不见 大家如果是宝哥的忠实粉丝 应该对我的名字比较熟悉了 那我也是第二次宝哥带我去远行 那这次的感触呢也特别的深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预计我们这个行程是比较长的 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准备 那的确这一路从石家庄出发 是8号的下午 9月8号的下午3点左右 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就是山西 到了山西的平遥古城 开启了我们这个今年的9月份的 金秋的这么第一次的远行 真的对我来说出行呢是一件挺难的一件事 但是我发现在宝哥的协助下 这并不困难啊 每次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 然后在我的那个身后呢 有一个特别庞大的这么一个市长群体 那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不仅仅是我们石家庄当地的 大多呢都是来自天南海北啊 各个地方都有这个盲人群体 无论是我们的听友群还是微信群 估计也有几百或者上千的这些盲人伙伴 那么他们呢在这一路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因为这一路我会把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感受 还有通过宝哥的一些描述 诶我发现现在宝哥是个地道的 就住毛志愿者 因为感受特别的深 他很自然 就比如说那个今天我们吃早饭的时候 吃完早饭 宝哥就站在很熟悉的站在我的右面 站在我的右面 然后把胳膊就很很很自然的放下来 其实这是一个标准的导盲动作 那我就很自然的用右手跨着这个宝哥的左手 这样的话就带着我出餐厅啊或者在外面走啊等等等等 就是他这个举动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因为我出行以来呢有很多的健全朋友带过我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健全伙伴呢 他不知道怎样去引导盲人 其实他非常非常热心的去帮助盲人 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去带我们 这个以后呢让宝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导盲 我也忘了因为那个上次石主席就是盲心的主席 给我培训了一次定向行走 就是如何带盲人 这个以后吧以后有机会 这次呢还非常感谢就是同行的两位志愿者 是的 一位是那个就是李世昌是天津的 对小李 他们拿起来给个镜头是怎么走走了呢 然后另一个是那个山东的张伟 非常非常感谢 这一路就是做饭都是他们为我们服务 是的 一直在为我们的照料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呢 现在就分工特别的明确 不是说保哥命名 或是怎样给我们下达的任务 是大家很自然的很自觉的 这么有一个小的分工 那我呢主要就是受到大家的一个照应 包括我们这个团队这些所有的 应该算是我的志愿者吧 对我的一个呵护这一路 就比如说走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保哥呀还有张哥还有小李 他们都会给我描述周边的这些情景啊 还有一些建筑啊 包括他们的历史啊典故啊由来啊等等等等 那还有加上我自己自己的一个感知 那我会把这些感受呢 第一时间传达给我的那些市场伙伴 那么大家呢在群里一直的特别活跃 一直在跟我做着互动 那我记得在路上 我曾经问过保哥 我说保哥你有没有 就是因为这是第二次带我出来 就有些这个健全伙伴 会不会对你带忙人出行有所质疑 当时保哥给了我一个答案 让我现在就觉得一直都很感动 我想再问问保哥 我都忘了都不说了 哎这个质疑是一直都有 做了我做了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有质疑无所谓了 其实这个带你出去 这是长途是第二次 短途有好多次了 就不不说带他自己 短途的时候 有时候最多时候带过六七个忙人 是的 是的 一起出去 嗯 现在怎么说呢 就是说能帮助一次是一次 我本来就说虽然我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呢我也在我能力的认许的情况下呢 能帮助一 这是最近这两年带忙人 以前主要是带的是知残的 对 就是做轮椅的那会儿 嗯 都成为做出去玩了 都成为朋友 而且他们也特别阳光 嗯 虽然他们身体啊有残疾 但是那个精神面貌都特别好 都特别阳光 只是给需要给他们机会 嗯 对 其实每年的话 宝哥都会邀请我们市场伙伴 跟他一起做一个小聚会 现在都已经成了常态了啊 嗯 另外呢 宝哥说带我出来 就会让大家 让这个社会上很多的健全朋友 看到盲人 就看到我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一个精神面貌 嗯 或许 会打打消一些 就是健全伙伴 对盲人的一个刻板印象 像以前的这个盲人 可能马路上见的很少 即便是见到的话 基本上都是做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 这个 唱歌啊 是吧 宝哥 卖艺的呀 或者是 算命的呀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盲人生活 真的挺挺不容易的 只能靠这点 特点 应该说特点去 生存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市场群体 他们 其实能做的事情特别多 就比如说在宝哥这儿聚会聚餐的时候 大多时候都是我们市场伙伴 还有在志愿者的协助下 我们也在参与进去啊 包括做饭啊等等等等 是的 那么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把这些市场伙伴力所能及 这些生活的一些视频给大家展现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 这次出发很突然 回来也很突然 我一直觉得 心里面一直就觉得 哎好像 好像在做梦似的 总有这种感觉 这次出发的这些景色呢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在宝哥的朋友圈 还有我的朋友圈 都给大家展示过 那本来计划是 今天23号 明年24号呢 我们是在成都 这边和成都的一个 我的好朋友市场伙伴 有一个小的聚会 我还想的是 让宝哥去亲自感受一下 这个全盲状态下 是怎样去做饭炒菜 因为我们都安排好了 结果宝哥一声令下 我们联谊往回赶 联谊往回赶 那我也在此呢 我也特别的感谢 这次陪我一起出行的 宝哥 然后小李啊 张哥 还有其他的几位市长 其他的几位健全的伙伴 是他们给了我这个机会 是他们这一路 对我的这个照顾 才让我有一个更好的精神面貌 去把自己所感所想 第一时间传达给我的市长伙伴 那也特别感谢 一直陪伴我同行的听 就听我这个讲解 陪伴我旅行的这些市长伙伴 是你们给了我这个支持和鼓励 让我才有这个勇气 跟宝哥一起出来 因为这一路还有海拔在四千左右 真的对自己身体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觉得我赢了 我胜利了 那我也希望将来这个宝哥呢 身体一定要保养好 然后这个越来越发达 我发达了 我有能力了 能带更多的人 现在哥有着心 没着能力 只能带里面自己 以后呢 哥发达了 经济好了 有那能力了 带更多的人 跟带到的残疾朋友出行 太好了 我们都期盼着 我也期盼着有更多的市长伙伴 或者其他仗别的这些伙伴 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和宝哥 或者和宝哥一样的这些 特别的热心的这些公益人 一起出行 一起出来 去拥抱大自然 去感受这个大自然 给我们带来的这份 美好的一个体验 那今天 现在中国每年新增茫然 45万到50万 少玩手机啊 都有机会 一定要少玩手机 多接触自然 对 爱护自己的眼睛 其实这次啊 包括昨天 我在我的群里面 跟很多伙伴也在讲这个事情 这次宝哥给了我很多的 新的新的认识 对宝哥有个新的认识 真的 就比如说 我们在黄河第一桥的 那个地方 宝哥带我去看日落 还拍了一些视频和照片 在回来的路上 其实一个很小的动作 让我觉得对宝哥更加敬佩了 可能宝哥都不记得 宝哥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好嘞 那就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吧 好 那就先这样吧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 好嘞 拜拜 再见 嗯